大家好,我是倒车请故意 本期视频再来教大家折一架又帅又能飞的纸飞机 这架纸飞机是我最近比较薪水的纸飞机啊 我们仔细看它的造型 真的特别的酷 整体的线条感十分流畅 飞机的轮廓是一个三角形 像一只弓箭的箭头一样 所以咱们给它起一个名字 叫破风箭纸飞机 我们来试飞一下 折这个作品我们需要准备一张A4大小的纸 我这里用的还是我店铺里的A4牛皮纸啊 先将它沿着长边左右对折 下面的两个角向着中线对折 中间这里可以留一些缝隙 因为这里会折的比较厚 为了方便我们最后左右对折 上面的两条窄边向着中线对折 这条斜边向着侧边对折 这里压出折痕 打开 侧边向着刚才的折痕对折 我们现在折的就是飞机的尾翼 右边这里是同样的折法 将这两条侧边向着中线对折 我们在折的时候 可以用手顶着这个纸层比较厚的地方 压出折痕 这边也同样 看上面这里 看这条边和这条边的纠点处 从这个点向上做水线 把这个飞机的尾翼向左边对折 让上面这里是水平的就可以了 压平 另外一边同样 把下面这个角 向着这个纠点对折 压出折痕后打开 整体左右对折 转过来看一下 我们沿着刚才得到的这个折痕的顶点 把飞机的尾翼向下折 后面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 让这个宽度 大概是这个宽度的一半 这里没有严格要求 简单的目测一下就可以 得到这两个点之后 就可以整体压平了 会压出一条斜线 翻到背面 同样的折法 这边就比较好折了 直接跟另一个翅膀对齐 转过来 我们把下面这个角 向着上边对折 先向上折一下 后面这里 一直折到这条边的顶点处 这样连一条线 翻到反面 同样的折法 和刚才那条边对齐 最后把它们整体都打开一下 调整一下它的形状 尾翼这里立起来 这样一架非常帅气的 破风剑指飞机就折好了 它的主要特点呢 是造型比较好看 飞行能力比较普通 整体的设计 头部会偏重一些 如果你的飞机在飞的时候 总是向下坠 可以通过把后面的尾翼这样 稍微翘起来一些 来提升它的胜利 需要进行多次试飞 来调整它 最后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学会了吗 做完了记得交作业 我是倒车请故意 只做有意思的遮止